这里大部分人都是为听你唱歌来的,只要你在唱,不凡那段台词仿佛还让人回味,回味间,已经从花的游吟到了我的朋友。 严谨来说,加上未播出的电影《无名》,王一博和周迅已经是第三次的合作,首次合作的杂志短片花的游吟,惊艳到了许多观众。 调酒师和著唱歌手的故事,似有若无的情感,语言眼神交错之间碰撞的火花,不同的时空,不一样的故事,我的朋友从官宣海报上就已经让人期待满满,完全和花的游吟不一样的风格和装扮。 如果说花的游吟是更高级一些,那么我的朋友就是更加日常,短短二十多分钟,以你认识他,我的朋友为最后一句台词结束,唯一的感觉就是意犹未尽。 而我的朋友和花的游吟最大的相同之处,就是会给观众带来一种故事似乎刚刚结束,又似乎刚刚开始的感觉,虽然只有二十多分钟的短片,但在观看的过程中,会给人一种慢而快的感觉。 慢指的是节奏慢,虽然只有二十多分钟,但是丝毫不会给人一种着急的印象,镜头慢,排词慢,而这种慢刚刚又恰到好处,大片处境感非常强,快就是短片结束得非常快,属于真正的意犹未尽,排词并没有太多,但是,演员们的处理又非常得当。 在二十分钟的短片,周迅有一段长达七分钟的一镜到底,日常生活细节性满满,而王一博饰演的李默的角色,在一出场就给人惊喜的感觉。 因为形象上和本人反差非常大,演绎上在陌生地方等人的镜头,不断揉捏书包,局促不安的状态,演绎得非常真实。 所以,演员王一博时刻在进步,周迅和王一博的联合演绎,让观众们非常惊喜。 观赏过后意犹未尽,会让人想去不断地一刷二刷,在这个文字性满满短片,生活碎片稀疏平常,黑夜沉黑四海,我们搭上一列蓝色的火车,少年和女友要送大个子回家,只有蓝火车可以到达,蓝色贯穿着全片的美好。